怀抱吉他 走过许许多多的城市 在地图上的点与点之间移动 习惯了听Tanya的歌声 感受最寂寞 也最深沉的抚慰 带着美丽突然发声 巡演而来的蔡敬雅 身材飞扬 迫不及待地分享 她的旅行 美食 当然少不了创作 还有背后 我们不曾触及的故事 其实说真的 从我开始制作自己的专辑 从Goodbye and Hello那一张 正式的自己把权力拿回来 就是创作权力 从那一刻开始 我真的是为自己去 先为自己去写歌 我唱其他人歌 即使他们都是很受欢迎的K歌 但这不是我想要在台上 做的事情 我也可能持续不了太久 所以就是从自己开始制作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就写我自己的东西了 就是从Goodbye and Hello 我做音乐更加的 也很积极有没有 有些人就觉得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积极 但我就是那么的积极 而且就是从制作方面 像这几年真的就是豁出去 就每一张专辑都可能跑去美国 去找一堆乐手 我们就是从零这样一起玩音乐 玩很疯 就几天的时间 就是浓缩 就是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玩很疯 然后回来就路很疯 就是所有东西就是很很 算蛮极端的这样子 这样就很好玩 作为金曲奖史上获得最佳 国语女歌手次数最多的蔡建雅 收获了掌声 骂声也不断 回想起三次得奖经历 蔡建雅对于这个奖杯 看淡了许多 反而更怀念当时的自己 就是双击动物那一张 算是我最沮丧的一张 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再做音乐 因为我不喜欢我当时的自己 变成的自己 而且别人想塑造成的一个样子 我已经不认识自己 我做音乐已经没有乐趣了 就是非常的挣扎 然后非常自我怀疑 所以当那个奖 真的是有一种把我拉回来 就是继续做音乐 我是一个很怕上台的一个人 到现在 所以得了三次 我觉得当然会有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够了不用再拿了 但是我就觉得说 这个市场本来就是 大家都在努力的做音乐 我不管 谁把奖给我 我不能控制这个东西 但是我只想大家感受到 我的在音乐上的那个努力 所以我会觉得说 要不要再拿还是什么 我都不是我会去 想的一个东西 只要 就是 好啊 如果有一天我再拿 请你们不要再丢石头 就不要丢石头在我 但因为我很努力 我觉得我很努力 我没有 我没有得罪任何人 对 上台的人应该就是为他们 you know 掌声 鼓励 而不要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拿了 乐迷对 金曲歌后的话题的热议程度 超乎想象 甚至调侃 蔡健雅凭借给 其他女歌手写歌 设下魔兽 最终丰厚 歌坛甄嬛的称号 因此传开 玩笑之余 让人看到的是 不吝惜才华的蔡健雅 在王菲 张慧妹 那应等众天后中 独树一帜 对啊 我觉得大家都好有 好有创意 就是会想的那些东西 因为 我觉得 为什么会用打败这个字 我就觉得 我从来在音乐上 从来没有想 打败任何人 我只想 写出一首 我很满意的 一首歌 唱出一首 大家会喜欢的歌 我自己会喜欢的歌 而且就是 我在做音乐的时候 真的就是 很着迷 做音乐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去想说 我附近有谁 我要把他打败 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 还是要掌声鼓励 大家可以 那么有创意的 去把我想象成 那么厉害 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觉得我很庆幸 就是 做到现在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好莫名 就是很不可思议 就觉得 我从一个 我不懂音乐 我被一个乐手骂 说不懂音乐 然后今天会 在这个录音室 看着纳音 唱歌 然后我在音控台 跟他 分享 就是 跟他 做一张专机 有时候会觉得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是美丽突然发生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会我每一次跟任何人合作 我希望我都是从那种 我们一起做吧 我们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我只想我都是用像这样子的心态 我也是歌手 所以我知道歌手在录 就是在 录一首新歌的挣扎是什么 我们要找到那个声音 那个语气 那个气氛 还有 怎么才把这首歌 唱到 该有的精神 那些东西 我们一直在寻找 蔡健雅的作品 在挣托 都会情歌代言人的标签 但日渐超脱的同时 你无法预知 蔡健雅往哪儿走 不过掩盖不了的 是作品里 某种动人的特质 正如新歌 Easy Cup Easy Go 所唱的 享受当下 不必深究 有一段时间 就是还挺灰暗的 其实从说到爱那张专辑 可能还有很多情绪 还没有处理完吧 但是说到爱是一个开心 我就跟自己说 我要做一张 很爱自己的一张专辑 但是 它不见得 我有解决到问题 其实还是 就是一层一层的拨开来 所以 整个过程当中 当我后来发现说 原来我这样拨开这一层 原来里面还有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把这张专辑算是 把自己挖空 就是挖开来 的一张专辑 而且我以前的个性 也是这样子 一直都觉得 我必须保护自己 我必须让大家看到 就是说 对我是一个很会安慰 自己也很会安慰 别人的一个人 但 以前是那种 我也不知道我的伤口在哪里 就是我知道 可能 但我不想认识这个伤口 我不想跟它说话 所以我讲的那些东西 就是 没事 就是你在 可能在伤口一直就这样贴 OK 一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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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 其实它里面还有啊 就是那个伤口还在 所以你就要一下子 这样撕开来 可能我这阶段自己 有一种被释放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 我现在 我真的不用去管说 我必须要有什么样子的形象 还是 我要温柔 我要 就是很有礼貌 还是 中规中矩 我反而就觉得说 如果真的有话说 我希望我可以说出来 当然不是去伤害任何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可以 我可以 越真实 我 对啊 好像还不错 还不错 对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 我觉得我没有东西在贡献 我学不出一首歌 我唱不出一首可以感动我的歌 我不要唱 我真的不想唱 对 就没有意义了 我唱不õ 我唱不出一首歌